哈喽,大家好,这里是穷殿 大家好,欢迎来到穷殿,我是穷哥 一个专注与不标准普通话的电解说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部电影叫《花开时节》 名字听起来好像是什么小清新的爱情片 但看着看着才发现还是有点小惊喜的 到后面我都弄不清楚这是清晴片还是科幻灾难片了 影片开场在临近圣诞节的一天晚上 内心热爱音乐的男主向妈妈说起了 自己的圣诞节愿望是收到一把吉他 但到了节日当晚,男主却没有在圣诞树下 发现类似吉他模样的包装盒 虽然内心免不了些许失落 但还是为了不少大家的信 男主还是表现出一副满意且开心的模样 但实际上爸爸和妈妈两人不约而同的 为男主准备好了他一直以来心心念念的吉他 可这件事情双方并不知情 于是当爸爸拿着吉他走到门口 准备给男主惊喜的时候 发现男主惊喜先不收到了妈妈的礼物 于是这暴脾气的爸爸 出来上来就开口大骂 抱怨妻子和男主不懂事 浪费钱外 还直接狠心地把两把吉他都带到的仓库给砸烂了 一直到了夜里 夫妻两人之间的争吵 依旧没有停止 男主除了感到无力之外 就是满满的自装 他把自己关在屋子内 想要从睡门中找到片刻安宁 这期间 妈妈来到了男主的屋内留下了一张纸条 但这并不能缓和男主复杂的内心 于是第二天一早 男主就找到了同样热爱音乐的女主 想要把自己谱好的曲子送给女主 但这时候的女主却正要搬行李准备离开了 看到此情此景男主的内心更是无味杂成 回到家的男主 还是得继续面对爸爸的冷言相待和暴脾气 终于在晚餐的时候 男主忍不住了 他告诉爸爸自己恨他 然后回到了房子收拾行李 准备离家出走 但这时候轮到爸爸开始慌了 他试图阻止男主的离去 但不料用力太猛 反而把男主推到了地上 离家出走后的男主情况 其实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不过臭巧的是 当他愤怒地把手中的电话丢出去的时候 正好砸中了被白布掩盖者的甘情 这让爱音乐且有天赋的男主 瞬间有了一个可以忘我发挥的地方 更因为作品深受大众青睐的缘故 男主的人生宛如开挂了一般 开启了他梦寐以求的单能乐队 就连他的个人音乐会上都是坐无虚邪的状态 但成名之后的男主也并没有因此感到快乐 在酒吧的时候好有一直劝他 一起去柏林放松放松 但男主一心想的我需要一把新钢琴 以至于不论好友如何劝说 男主还是离开了 当他独自坐在车上的时候 外面突然有巨声传出 男主赶紧下车查看 却看到了震撼一幕 高架桥断裂 车站爆炸 交通一片混乱 没有人知道具体是因为什么 然而事情还不止如此 男主还收到了自己妈妈不幸去世的消息 由于原生家庭破裂的影响 让男主的情感缺失了很重要的一块 以至于连妈妈的战礼 男主也不愿妥协时间上的冲突 改变原本的计划 回到家中的男主 在放映旧物的时候 不经意看到了女主的照片 和那份曾经自己为他谱斜的曲子时 心中顿时又有了一丝柔软 镜头切回男主的老家 好久不见的爸爸 明显连迈了不少 但他还是相当的干练 因为此时的他正在上班的便利帐 和同事们有利有据的分析 制作的灾难 觉得这是他国的喜剂 但显然同事们对他的说辞 全都不以为难 正下节的当天 也是妈妈要路土为安的日子 男主的爸爸 在限制区内发现了一个奇怪的黑人 正当他打算进一步 确认黑人的身份 检查他护照的时候 就直接被人当头一棒给打晕了 醒来后的爸爸 立刻意识到了大事不妙 便胡说春回家报警 告诉警察 这边有个俄国人非法入侵 但那不正解的警察 却根本没有认真在听 甚至始终以为 爸爸喝醉了酒 胡说八道 无果后 爸爸又开始担心男主的安危 不过这时候的男主 正在参加妈妈的占领 而且他仍然没有把这个噩耗 告诉他的爸爸 再后来 男主来到了教堂 并被里面传出来的 钢琴声所吸引 仔细一看 发现里面那个人 竟然是自己 心心念念的女主 两人随机开启了全天happy模式 你这边玩得很happy 爸爸那边都当迅速了 爸爸终于说服自己 给男主打了个电话 但这个电话留言说到了一半 爸爸的暴脾气又上来了 看来关系不好是有原因的 也在当天的晚上 恐怖灾难的骇龙感 越发强烈起来 瑞典全国也进入到高度警戒的状态 威胁更是迫在眉睫 政府部门开始陆续疏伤人权 女主的妈妈知道情况严重性 并第一时间打电话连续上了他 而这通电话也正巧 吵醒了本在熟悉的男主 由于前天晚上 男主在夜里来到了女主的家中 所以他并没有注意到 女主其实早已经和别人结婚了 连孩子都已经五岁了 直到现在 缓过神来 他才知道女主目前是已婚的状态 一时无法接受的男主 更是一秒也不想多待 直接冒着大雨就离开了女主的家 一路上男主的情绪都是崩溃的状态 本以为是爱情回来了 却未曾想一切都是上帝开了一个玩笑罢了 更倒霉的是 本在路边停车思考人生的男主 还不幸遇上了车祸 然而当他跌跌撞撞起来之后 却发现前面撞到自己的那个司机 整个人看起来奇奇怪怪的 甚至还忘记了自己是谁 为什么来到这个地方 感到些许荒家的男主 又马上驱车离开这里 但一路上看到的都是汽车 发生车祸的糟糕情景 人猫好像中邪一半 把车子到处乱撞 看到这样的情景 男主还是放心不下女主 所以又回头 准备带他和他的外婆一起离开 另外一边 镜头又切回男主爸爸工作的地方 此时警报声不断响起 轻控也陆续损坏 什么也看不到 原来政府说的 国家被恐怖入侵是真的 很显然这里很可能也一样 好在男主的爸爸内心还是非常的强大 直接资深一轮跟入侵走忙 开始了斗志作用 但这一片乌气漫黑的情况还是舒适让人感觉到无比心慌 再加上一击炸弹变电站的情况可谓是一片狼藉 也正是事态的越影越厉之后 救援队才准备启动前往变电站进行救助 但由于上飞机之前 驾驶员们淋了一声雨 导致他们的绳智也开始逐渐变得不清晰起来 脑瓜子不清楚还开着直升飞机 这结果可想而知 全国此时都有类似的未知恐怖灾难 天下雨就算了 鸟儿不当掉下来 还时不时给你来个大型机器 谁说得了 看到这样的情景不跑也要跑 得亏男主跑得快 不然此时的他早就凉凉 不过悲催的男主在跑的时候 被车子给撞运了过去 好在女主坚持不懈 才能男主成功进入到暂时安全的地下空间内 另外一遍 女主的妈妈则被单独监管了取栏 在这里她知道了雨水的问题 其中有一种特殊的物质 会使人在遭受创伤的时候 失去原本应有的记忆 就像老年痴呆一样 老奥这本事 以色列想要提高军事化 减少死亡人数才想出的法子 却没有想到被人用在这里 于是在正义的驱使下 女主的妈妈便想通过广播 把这个消息告诉外面的人盟 但有位壮汉却百般阻挠 就是不同意 不过在一方争夺下 女主的妈妈还是拿到了广播权 同一时间 男主也从昏迷中清醒了过来 但醒来后 他发现眼前的人居然是最的爸爸 情绪又直接爆发了起来 也不管爸爸是怎么解释 反正他的心中 就是寸斥着深深的不满和怨恨 于是他又开始疯狂地寻找女主 想从他那里寻找片刻的安慰 但此时的女主情况也十分不妙 两人还没有来得及彼此伤心 情况又变得危机起来 遍电章的警报声再度响起 在危险的迫使下 男主和他的爸爸终于共事了 当他们尝试通过连线电话 向外界请求救援的时候 男主无意中得知 接他电话的正是女主的丈夫 这让男主的私信 瞬间冲晃了大脑 他心事把电话直接切断 后来又对着尔街的爸爸 一顿猛咒 我那个去 这套路好像不对啊 但众人要撤离前往教堂的时候 男主没有选择一起同行 独自一人的他肯定寡不敌众 所以可想而知 他还是不幸遭到 敌人枪林弹雨的疯狂袭击 不过因为有主角光环的强烈照样 男主就算赤手空拳 一路逃跑也没有受什么伤 当他一路躲在爸爸的小仓库时 他终于看到了之前 那两把被爸爸砸碎的吉他 而正是这番情景 让他瞬间明白了 爸爸其实是有对自己好过的 但是这一切总是来得太晚 此时的父亲 在今为了救男主而壮丽牺牲了 也可惜 伟大的父爱往往都是如此不易被发掘 但好的事 感知到自己一直以来 都在被人爱着的男主 也终于打开了心扉 他告诉女主 他的丈夫还活着的真相 也向他坦白了自己当初的歹心 在影片的最后 一片狼藉的教堂内 男主还谈起了 当时送给女主的那首曲子 这其中所涵盖的 可能是曾经的回忆 也可能是男主的一次自我救赎吧 如果那时候 男主大胆地把乐谱送给女主 那他们之间的情况是不是又会完全不一样呢 耳电的结尾也并没有明说 这次的恐怖灾难是为了什么 又是谁真正引起的 毕竟这本就是虚构的生化灾难 但最后却配上了普京大帝的画面 这难不成是为了黑欧罗斯而拍的电影 我怎么感觉脑瓜子有点撞不过来 不过说回电影里面穿插了太多的支线 爱情 亲情 因为一场战闹凸显了出来 人性依旧是最难琢磨的东西 整体来说电影还行 就是前半部分太沦长了 很容易出现 后半部分战闹还是可以的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如果你都看到这里了 不给个三年是不是很残忍 这样的话我真的会裂开 谢谢大家